HELLO 鳥世紀天天 encompassing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越南人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塞的比賽 這場比賽也是Viper對上塞巴斯的軍閥賽 雖然已經打完了 但我們頻道還沒有播到 我們還是要來回播一下 現在先來看到 Viper這邊選到了越南人 那越南人這五個名特色是有射箭場的 血量的加成 那越南人的工兵单位呢 是有帝王战卯的 他是唯一可以升帝王战卯的文明 但是你的队友有 有越南人的话 你的文明也可以使用帝王战卯 这是一个不错的团队加成 那越南人呢 他其实也可以走马攻路线 因为他有品种 也有这个耕种技术 马攻路线其实没有这个安心的战术 而且还拥有这个四间场血量加成 血量可以高达92d血 那后期的越南人呢 他还有紫币技术的关系 只要有伐木工的话 也会慢慢产生黄金 那整体打法来说呢 越南人是基本上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只有骑兵路线稍微弱了一些 没有三弓 但是有三级马铠 这一点可以很好的补阵 去骚扰的这些重装骑士 或者是打相 获得一个很好的坦度 那他的毛巷服呢 也是血量最多的毛巷服文明 血量高达420d血 是这个192勇侠的一倍血量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赛巴斯丁选择了硬家人 那硬家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军事单位的食物消耗减免非常多 如果你是要出强枪兵啊 或者是枪队长啊 或者是老鹰啊 投尸手 战毛兵啊 都有这个食物的减免 整体来说 硬家人是非常强大的文明 因为神下很多资源 可以让他疯狂打架 那后期的硬家人呢 还有这个植物盾 可以让老鹰的防御率有高达10点 强怎么射都是1滴 非常难受 那硬家人呢 后期可以打的是大冲车 还有工程工程师 但是后期并没有火炮 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大重型投石车 虽然后期工程的主力 就只有这个大冲车 跟巨型投石器可以拿来使用 那重型投石车的话 也没有办法去直接拍死 大量的越南的工兵部队 一定要升中头 那有重头的话 基本上还是可以当成主力的 像是阿兹特克这种文明 好那我们就先回到比赛中 先看到两边会怎么打这张地图 那这张地图现在高手们 都把它打得像竞技场 前面还会偷个支部 就这边可以看到 Viper这边是开局偷了个支部 并加呢 这边呢 也是偷支部 现在这张地图偷支部 已经变成 大家的 也算是默认嘛 算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但是印加塞巴斯丁 这边想要打工兵还是老鹰的样子 先去外面三只挖矿 然后也不点支部 这就是有点偷了 好两边升到封建时代 Viper这边升到封建时代的关系 赤猴加了两点伤害 直接收掉了印加的赤猴 好印加这边是转工兵路线 而不是走老鹰 还是工兵老鹰并行呢 印加人有个打法是满厉害的 就是这个毛兵配老鹰的路线 是满难产的 对方只要出工兵 毛兵可以反击回去 老鹰的话就扛正面 挡对方赤猴 毕竟挖矿速度 是比彩肉速度还要快的 所以前期冷量产 稳定量产老鹰 让对方越难忍 压力是非常大 通常要这个组合的话 你转工兵 虽然可以防老鹰 但是是防不了这些毛兵的 所以老鹰配毛兵 是一个前期非常强力的打法 那印加人前期黄金 也可以挖的蛮快的 毕竟挖金速度快 而且现在还有俗上减免 残老鹰的压力 会比其他文明更小一点 好看一下这波前期打斗 这边Viper硬是挤出了五只肉麻 但是有点小小断村 断村来到了22秒 好 这就是按肉麻按到很熔断村 而且还是配这个毛兵 全部都是吃肉单位 好 印加这边有展出一些枪兵 看这个肉麻数量一点多 老鹰数量不够多的话 是完全打不赢的 好先来进攻 但是枪兵戳到Viper 这波有点失误 这里不应该打的 好这里毛病要先戳掉 对方枪兵 但是只有自己的毛病先被投掉了一只 前期打架两边是 不要控好的 没有控好的 很容易就被打出数量差距了 好印加也是补下了一级射 Viper也点下了一级射 但是目前毛病数量明显有差距 八只对六只 先加这边老鹰要再多弯一些 会比较好 好这边骚扰到了一些 白果子村民 肉麻被戳掉了一下 但Viper这里 四只肉麻 好像可以了 枪兵只剩下几只 OK 毛病再次反击回去 现在Viper的毛病数量 已经优先于对手 赢因家人 这边是希望可以透过打架 打出经济差距 但是现在战况有点不太乐观 好补下了一级的步兵铠甲 让枪兵跟老鹰的生存能力 再稍微提高一些 好肉麻直接到了后方 想要去拦截单位吗 好 塞巴四顶九点迷茫 到底是要继续往前补兵呢 还是要回家 防守 好 果子区暂时没有事 白果的毛病也回家防守 这边点下一级攻 但是两边应该不会开打动作 好正面过来 老鹰要直接上了吗 现在正面没有肉麻 老鹰好像可以直接飞 但是两只肉麻在后面叙事待发 骗你大 你以为我家里真的没有肉麻 白果直接掏出肉麻 直接应战 但是两只肉麻似乎打不赢四只老鹰 伤害是有点差的 好反击回去 现在老鹰收掉 只剩下两只 但是目前老鹰还是有数量上的优势 老鹰还是可以直接无情开飞这些毛病 好我们这边第一时间反击回去 现在毛病数量来到了十只 对上八只 老鹰数量现在还是具有优势 白果这边再转出了一些肉麻 想要再继续防守家里 哇 结果野外的肉麻好像送掉了 不知道是送到哪里去了 好像送到这里 被枪兵戳死了 这两只枪兵 就是击杀掉的肉麻 好 白果这边点下轮轴技术 开始控好自己的经济 越南人的经济也是升级最快的文明 有这个研发速度增加100%的效果 而且还不需要木产就可以进行研发 好这边偷了一个轮轴 越南人经济现在前期还不错 硬家还是想要继续用军事 可以对方更大的压力 那硬家人这边省下的肉 已经可以点下帝王 呃不是帝王时代 城堡时代 城堡时代点完 塞巴斯丁这边可能会打出老鹰爆 会补军营 因为南美洲的文明 都要特别防范老鹰爆这个打法 不管是玛雅阿兹印甲 都是能打这个战术的 呃这个战术来说 玛雅应该是最弱势的打法 阿兹特克有产能的优势 呃越南这里 阿不是越南 印加这里是有食物的减免 好塞巴斯丁点下1攻 越南这边是布 下了城堡时代 封兵继续产 然后走不攻兵路线 没有走马攻 呃不走马攻的话 我觉得风险是比较大的 因为马攻单位是可以拉打这些老鹰的 好 基本伤害比较高 那如果是布攻兵的话 要拉打就很困难 因为你的移动速度是会被老鹰给吃的死死 好印加这里生城堡时代 老鹰英勇士 护卫技术 陆续补下 二级狗 二级反还没有点 好 这边先过来 升到城堡时代 先补下左边城镇中心 好 点下奴兵二级射 这边还是想要努力的稳住战局 毛兵这边反击 但这里毛兵数量 还有7只 奴兵还没升级好 好毛兵第一时间去反击工兵 工兵主在后方 老鹰撞到了城镇中心 好 转了两只骑士 出来反击毛兵 毛兵最后是被打掉 OK VIPER守住了这一波的 第一波交战 但是后方的毛兵 也是争取到了非常多时间 全部送光 硬家人这时候补下了 二级伐木 好 经济也开始过了 那二级伐木是上层 基本上也都是该点的 但是硬家人这边是为了 打出第一波的 升级的优势 这个时代优势 所以会先去补这个军事 但3841这边就做得很好 军事打不进去之后 就开始转一些经济科技出来 该点的先点 好 这边老鹰数量够多 可以反击骑士回去 好 肉马被击杀 现在老鹰数量来到了 六只 好 越南人这边一样继续出工兵 但这个工兵 七只只要遇到 三到四只的老鹰 应该就可以吃 就可以吃掉这组的工兵了 所以Viper这一波走出去 我觉得是蛮大胆的一件事情 好 但其实 不可能是 他把这一只 一只老鹰裹都在 波克家里 波克继续用 骑士做为音战 这里有一只 美洲豹 這邊先把殘血的騎士的血量拉起來 先加一點下輪走技術 彈道學越南人點下 二級農艇也點了 打一個經濟最好 但是第二個城鎮中心還沒有辦法補 要不要買個100石頭呢 買個100石頭 待會就可以補城鎮中心 再硬家3TC也補下了 好 兩隻生鋁遭翔 但是這邊老鷹數量太多 弓兵完全打不贏 六隻弓兵只能撤退 好 這邊解決掉了一隻老鷹 射掉了一隻生鋁 順利的空到這邊的經濟 好 現在家裡有點糟糕 老鷹趕快補在家裡 老鷹直接飛 抓掉這些弩兵 弩兵最後是沒有收到城鎮中心裡 這邊直接收村 但是老鷹直接扛著傷害 掛掉了一些 好 騎士趕快過來 直接把戰場開在你家裡 哇 這七隻弓兵居然沒有被老鷹抓掉 好 砍到牆壁 先解決掉 好 這邊這一村 拿下 更加的村民開始被騷擾 好 這邊騎士 開始又出門 變下了手推車 來吧這邊手推車研發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經濟已經拉開來了 現在目前領先500多次元左右 好 這邊三個聖物是怎樣 拿來了這麼多的聖物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聖物都放在地上 這是什麼奇特畫面 四個聖物都在這裡 好 老鷹直接一個高打敵 直接瞬間戳掉了一些弩兵 但是奴兵也是第一時間收掉了三隻聖女 三隻聖女收掉的話就沒有這麼虧了 而且剛剛這裡還收了一隻 這七隻弓兵喔 基本上來說是已經賺了 至少賺了對方四百黃金 那這些騎士最後也送掉 但是還是有讓對方收穿 這樣就可以拉到一些經濟差距了 好 白牌這邊想要來撿生物 但是這邊的老鷹根本打不贏 這裡聖女出去只是去送頭 好 白牌這邊弓兵繼續按 就是越南打老鷹果不走馬攻的問題 你的奴婢一直會被追上 而且一直在送 數量很難成形起來 而且打老鷹的傷害也不是那麼高 這裡有兩隻老鷹在發呆 好 第三個TG補在上方 村民75打72 這裡四個生物 趕快找個機會回來 好 這波老鷹撞騎士 騎士好像沒有第一時間控好 被抓掉了一隻 第二隻這時候才控 剩下殘血的騎士了 好 白牌這邊點下了虔誠科技 可能覺得自己會被招降 好 先打殘血了 先把老鷹解決掉 老鷹去追生女 下方這裡一波 老鷹往前 生女逼退 這裡只有四隻騎士 要打贏這些老鷹有點困難 但老鷹不回頭的話 就會被老鷹追死 騎士也要趕快回頭 最後臨死之前 招降到了一隻騎士 好 這一坨工兵 最後還是被抓掉 好 白牌這邊持續出工兵 還有騎士 全黃金兵策略 打南美文明 好 看這些生物應該暫時安全了 好 硬家也補下了手推車 越南人現在的村民數是94打94 兩邊村民數差不多持平 但是經濟差距來到了一千喔 好 硬家的老鷹數量非常多 25隻 越南人這邊要考慮點個二攻 或是二防 但老鷹數量這麼多 點二防可能會比較好 先提示一下生存能力 對方老鷹數量真的太多了 好 這一頭工兵又要被追上了嗎 好 騎士稍微夾住 讓工兵有一個很好的輸出空間 現在白牌這邊要打贏對方老鷹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先趕快量產自己的工兵出來 其實數量已穩定起來就可以了 那硬家這邊要打這種組合的話 其實不太好打 可能要打一個槍兵 或者是槍兵老鷹豹 或是老鷹配生女的方式 去做壓制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自己也要轉個什麼 戰毛兵反擊一下後方工兵才行 那不管怎麼說 硬家人這邊要轉兵的話 都是會稍微吃力一點 跟老鷹路線也不是說打不贏 只是要非常多的老鷹數量才有可能 那這邊二攻也要趕快補下才行 但這邊是選擇的先撿下帝王時代 好,塞巴斯林看來是要走純老鷹路線了 好,Mipe一直用弓兵去poke對方的老鷹血量 拇指還二攻點下 現在資源量是稍微有點難點帝王的 現在硬家歸出在家裡 Mipe失誤感應到了什麼 唉唷,這裡補了一根劍塔 拖抓到了一隻村民 火箭塔果然還是早點補下去 去騷擾會更好 好,看到對方這麼貴 Mipe應該有意識到吧 對方已經上帝王了 好,拆掉了一個軍銀 好,硬家人點下了二攻 現在塞巴斯林很努力在這屯老鷹 Mipe這邊弓兵也在按 好,騎士跟弓兵後面再繼續過來 好,均勻移動一動的拆 後面移動的補蓋起來 你拆一動,我蓋一動 好,第一時間點掉了 點下金銳英勇士 金銳英勇士點完之後 防護率就會高達4點 血量還會再多一些 好,把後面的老鷹燒可以繼續掉了 好,上方勝率遭翔 騎士要不要撤呢 好,烏魯魯 遭翔到了 哇,這招好快啊 贏家人這邊三級 步兵鎧甲也點下 老鷹開始狂飛 哇,這個老鷹飾量有37隻啊 這個不太好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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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鷹這邊也沒有轉出劍兵勇士 還是繼續走騎士路線 好,先補了一個三級射 轉騰甲弓 轉騰甲弓就有點意思了 看產人數量很難 趕快量產起來吧 這樣趕快去量產騎士會比較好 還有重裝騎士的升級 好,老鷹急往後飛 Viper這一波可能會死很多村民 電影 鷹加上帝王 老鷹先來到了60滴血 遠防8 攻擊力9加2 好,鷹加這邊轉出大槍兵 然後防一下騎士 防守老鷹的效果 好,左側的老鷹好像快被解的差不多 但騎士也剩下一兩隻的數量 白髮這波守得是有點守到頭破血流 好 中裝騎士也點下去了 好 現在四處都在著火 藤甲弓箭手開始慢慢量產 6加3 現在是9點 9點傷害的話 打硬家人還是1滴 有化學的話是2滴 那有精銳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打3滴了 不管怎麼說 都是打的有點少 那全滿之後 藤甲弓要大概打個20下 打個兩輪 20隻弓兵打兩輪 就可以打死1隻精銳英勇士 那如果點下一隻霧盾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就只能祈禱 硬家對你沒有轉隻霧盾 好 那硬家現在的家裡經濟是穩定下來 但白髮這一波老鷹被飛進去 也沒有死到太多的村民 村民現在資源上還是領先對手的 好 又一波從後面來 白髮這時候還沒有看到 好 看到了 收村 到尾為時 這個關本獸 白髮 打得漂亮 直接把你關起來打 好 最後收掉 右邊這些騎士也沒有在動 這樣兩邊再稍微回穩一下自己的經濟 好 硬家在這邊轉出了大衝車 有什麼策略嗎 轉衝車 從左邊進攻 想要拆這根城堡 哇 老鷹師要來到34隻 這個量有點龐大 好 大衝車也提升下去了 現在硬家 還擁有三顆聖物 白髮從右邊進攻 前方轉出了青騎兵 好 右邊騎士兵 抓到村民 挑戰一下 秦瑞 騰甲弓也點了 但是硬家還沒有點植物盾 好 這邊老鷹上車 大衝車直接往前開頂 但這邊有重重騎士 從左邊量纏 這邊騎士要一直往左邊補才行 好 第一波老鷹上前 就是先吃掉這些落單的騎士 但是右邊現在也是岌岌可危 現在騰甲弓數量進來到全滿 哇 這個數量好痛 沒有植物盾 直接射船 左邊的城堡能夠擋住嗎 老鷹驅飛 騰甲弓加上老鷹 還有洛瑪 三防大戰 正面的騰甲弓繼續擋住 這一坨騰甲弓已經開始擋下非常多的傷害了 這些兵力有點擋不太下去 感覺薩巴斯蒂有點太硬要了 只好城堡最後還是擋下 但是已經爭取到了夠多的足夠的時間 好 這一波老鷹最後還是能打贏騰甲弓啦 好 騰甲弓最後還是射回去 但是越來越多的老鷹又在飛得出來 好 這裡拉了更多的爬木弓 先要石頭左邊的部位 好 右側的越南騰甲弓 開始也出現了打不贏的狀態 趕快直接撤回 欸 最後這個城堡 Viper好像又扛不住 再把四丁的老鷹爆打得非常的果斷 就是要海煙淹死你 好 老鷹最後是開始往後衝 Viper的城堡弓 所有死傷也只剩下14隻的城堡弓數量 所以肉馬要再繼續按嗎 好 肉馬再抓到右邊的挖金礦村民 但是這邊老鷹也是過來幫忙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衝車開始繼續往裡面深入了 Viper的礦區開始越來越少 好 又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他把斯丁有機會逆轉 好 那大衝車還有兩台 老鷹還在持續在這個位置 肉馬已經過來 橫甲弓再次集結 回到了27隻的傷害 Viper這邊要趕快射老鷹才對 但這邊衝車一直在頂 頂到自己有點不太舒服 但老鷹數量依舊很多 左邊的老鷹又在飛了 斯巴斯丁這一波往前頂 上方的老鷹 就在一個多線 斯巴斯丁多線打得非常漂亮 Viper一波應該要GG了 這一波沒辦法守了 贏家還有35個人在挖黃金 基本上這個老鷹一直飛不會停了 OK 中央晃區就拿下 左邊兩根城堡也拿下 我還以為Viper在中間那裡 就可以拿下斯巴斯丁 沒想到這一波 斯巴斯丁直接一個大逆轉 衝車舞台 拿到了非常大的一個戰果 好 Viper現在戰線開始有點打不太贏 臭名處也只剩下86吋 87吋 87對136 經濟可能會被反超 這邊趕快過來挖金礦 打到金礦挖的越多 自己就越有越高的勝算 好 織巫盾也點好了 現在防禦力來到4加6 10點 10點傷害 10點防禦力 騰甲弓是11點 什麼事都是1滴 尷尬了尷尬了 OK 騰甲弓現在已經不是威脅 Viper這一波再繼續慘弓兵 可能會越打越慘 老鷹這個東西 有織巫盾的情況下 出弓兵打的就是一個 不是那種名字的選項 除非你是什麼蒙古圖技啊 或是弱頭弓兵 打的傷害還可以打2滴啊 但是騰甲弓 就沒有辦法 怎麼打都是1 完了完了 騰甲弓甚至沒有血量上的優勢 也沒有射程上的優勢 連接被包起來打 Ryper有機會嗎 歐瑪趕快急急趕到 但是現在狀況不是很樂觀 騰甲弓數量已經不滿20隻 Ryper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賽巴斯丁 打出了329隻的老鷹豹 太可怕了 這個老鷹到處狂飛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頻道 每次遇到南美文明 都要提醒大家 遇到南美文明 要特別小心他們的老鷹豹 非常難受 就是這個原因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越南人 白盆拿下資源上升力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沙巴斯丁黃金挖了1萬9 生物產出3個 644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想要緊急發射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